马资源基金会昨日举办开斋活动 款待1100名单亲妈妈 8个特定需要援助的穆斯林群体 ESNEF及孤儿 这项活动在新街场陆军基地的 托里兹亚清真寺举行 出席者也包括敦拉萨区获选的 可兰京宋经班学校学生及陆军成员 他们也获得由首相夫人 建敦拉萨镇国会议员 拿督斯里旺阿兹沙医生派发的开斋节援助 在场者包括国防部副部长阿德里 马资源基金会主席拿听贾斯敏 通讯部秘书长拿督莫哈莫福兹 陆军西部军区司令拿督莫哈莫胡在米中将 以及陆军第四区司令拿督雷扎阿里夫少将 旺阿兹沙在致辞时说 他希望与马资源基金会及敦拉萨镇国会议员办公室 合作派发的援助 能减轻受贿者在为开斋节做准备时的负担 我提醒大家简单地准备迎接开斋节 避免浪费在派发援助的活动结束后 旺阿兹沙与受贿者及当地居民一同开斋 及进行集体祈祷 各司会议员